陈建安每次拍攝MV都花盡心思 无求令歌迷得到最佳的视听享受 而他这份付出 最近就收到一个很开心的消息 就是他首《创作者的派对》的MV 获得海外班奖励的亚洲最佳MV奖 其实真的超级开心 人生第一次入行以来 取得第一个国际奖行 这个MV大家整个团队花了很多心机 要多谢创作团队叫三尖八角 我们去CG里面也试了很多新的技术 场景上花了很多心机 无论我的化妆、妆头、每个衣服 全部都配合得很好 我自己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去做占童节食 希望呈现到一个 我认为作为一个神的感觉 的身形给大家看到 所以得到这个奖其实很开心 安仔希望得到这个奖之后 可以吸引到多些人留意到这首MV 继而令一班幕后人员 有更大动力 再创作更多好作品 给予更多肯定 MV创作的导演 整个团队 所以我也希望未来 香港可能会有更多MV的奖行 可以令他们有更多肯定 其实香港或者本地 有很多好的MV 所以是值得大家去留意 还有留留言 对于做创作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看到大家正面的留言 令到他们一班其实都挺辛苦的创作人 又或者做MV都不是他们要赚什么的钱 所以得到这些肯定 会令大家都可以看到更多有趣 有心机的MV 让他们可以做创作这班人 可以继续 有团火可以继续做下去 因为其实真的不简单 导演在MV里面都试了很多新东西 包括大家看到的字幕 都是有别于以往的做法 不如让安仔自己讲解一下吧 亦都特别在歌词上 今次也是一个新上司 是用了一些外星文 但其实是配合歌词 是一个图像 好像以前的甲骨文 所以希望这个MV可以多些人看 多谢